2012年国际创新机器人大展在法国里昂开幕了 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款机器人造型各异 让参观者体验别具风格的科技空间 第二届国际创新机器人大展在法国里昂开幕 展会以服务型机器人为主题 共设120个展台 分为家用机器人、医疗机器人、教育机器人等6个主题 展会期间来自欧洲、美洲和亚洲的70多家国际机器人厂商 将展出200亿款机器人 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未来是由于工业 明天他们将会为美女和男人的助理 为了这为了零举在工业专业 在全世界来的活动 工业机器人的部分的话 应该说是协助人类来进行一些比较高劳力的性质活动 我们都希望说机器人以后是可以跟人类一起共同合作 然后一起创造更好的更有值的生活环境 服务型机器人被认为是21世纪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 到2018年全球市场总额预计为850亿欧元 到2020年总额可达1000亿欧元 法国里昂是欧洲第一个举办国际服务型机器人展会的城市 而主办方也希望通过展会向公众展示 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生活已经不再是梦想 方卫视李莫威 李扬报导